眼睛的大小 眼睛的大小其實因人而異 尤其是眼眶的結構 也會影響我們視覺上看起來眼睛的大小 所以這些因素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基本的數據可以去參考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看我們黑眼球的大小 我們平均來講 平均黑眼球大概就是一公分 直徑大概是1.1公分左右 眼睛完全睜開的眼睛 大概黑眼珠會被遮住一點點 大概遮住1-2mm 所以我們可以大概去想像 就是說當我們眼睛睜開的時候 這個上下的距離 大概是如果我們抓它是0.9-1公分的話 眼睛的長度大概是它的3倍 那這樣子是一個基本的比例考慮 所以我們大家在評估自己的眼睛的時候 可以去考慮說 自己的黑眼珠是不是被遮住太多 因為如果被遮住太多的時候 就是有一點我們俗稱的 眼檢下垂的問題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做眼皮手術 甚至考慮要做到提檢機手術的時候 是可以有效的放大眼睛的 那至於能夠放大多少 我們可以去思考 就是當你的眼珠在上面被蓋住 只蓋住1-2mm相對是比較明亮的眼睛 所以假設你是被蓋掉一半 那大概可能被蓋掉4-5mm 那你就可以往下放大的話 你自己模擬一下就可以大概知道 我們眼睛大概可以拉開 讓黑眼珠露出來80%以上 這樣子的話是一個參考數據